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用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 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 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您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龙昌市古湖景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2024年春节期间设置临时摊位的 通告 各经营者2024年春节将至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丰富景区业态 方便群众生活 在规范经营秩序 保障道路畅通 保持卫生整洁的基础上 结合景区实际 决定在部分路段规范设置春节临时摊位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设置时间 1.设置时段 2024年2月6日农历腊月27 至2月24日正月15 2.经营时间8点至21点 2.地点及数量 孔子文化公园正大门志愿服务港亭旁 清水平台两侧 摊位总数不超过15个 3.经营范围 符合景区旅游业态要求 如文创产品 旅游小商品 熟食品等 最终以古湖景区管委员会审定为准 4.确定方式 按医护一位的原则 每位经营者只能申请一个摊位经营 根据报名情况 采取现场抓究的方式确定经营者 5.报名事项 1.报名时间 2024年2月4日截止 2.报名地点 古语湖游客中心一楼执法大队办公室 3.相关证件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杨先生 13541641581 6.相关要求 1.入场经营者的摊位位置 由古湖景区管理委员会根据液态 占地面积等实际情况统一安排 2.经营者自觉保持环境卫生 自行准备垃圾收纳箱 不得乱扔乱土 乱堆乱放 这阳伞不得影响交通安全 不得使用音响喇叭宣传缆克造成噪声扰民 为者依法没收产生噪声的音响喇叭等设备 3.实行监督清退机制 由以下情形一经发现立即清退出此临时摊位区域 1.是不在指定位置经营的 2.是使用音响喇叭缆克的 3.是破坏环境卫生的 4.是其他严重影响景区正常旅游秩序的行为 4.入场经营者自觉接受是综合行政执法局 是市场监管局 是交警大队 古湖景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管理 5.相关管理规定 未尽事宜解释权委古湖景区管理委员会 龙昌市古湖景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1月31日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1月31日至2月5日 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雨雪冰冻天气 10省将出现暴雪或大暴雪 河南 山东 湖北等地的累积降雪量具有极端性 河南 湖北 安徽 湖南 贵州5省将出现冻雨 长江以南地区雨势也不落 并伴有雷电 预计此次雨雪持续时间为金冬以来最长 影响范围也最广 这轮雨雪过程持续时间长 涵盖范围广 强度强 尤其是北方大部地区降雪明显 由于雨雪影响时段正值春运返乡高峰期 且雨雪影响严重地区位于我国中部交通枢纽省份 对交通出行十分不利 气象专家称 本轮雨雪天气过程正值春节前返乡出行高峰期 雨雪冰冻天气对公路 铁路 航空等都将造成较大影响 建议各地提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加强交通安全 城市运行等管理工作 河南南部 湖北 安徽北部 湖南中北部 贵州东部等地有关部门做好电力和通信设施巡检 江南 华南等地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 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并做好防雷工作 驾车出行需小心 这些知识要牢记 冰雪路面驾驶有技巧 冰雪路面的摩擦系数 只有干燥路面的四分之一左右 非常考验驾驶者的技术 若逢雨雪天气出行 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行车要慢 车速慢 转弯也要慢 法规规定 冰雪路面行驶 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 动作要柔 转方向盘和踩刹车都应轻柔操作 行车前应确保车身清洁无积雪 以免阻碍行车视线 务必小心 如果遭遇团物 请务必保持冷静 这些驾驶技巧请注意 以慢为先 如果驾车突遇团物 应立即减速行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此时千万不要急踩刹车 更不要就地停车 以免发生追尾事故 开灯视景 在减速的同时 要及时开启雾灯 进光灯 试阔灯 前后尾灯和危险暴警闪光灯 但千万不要使用远光灯 巧用喇叭提醒别车注意 当听到对象车辆鸣笛时 要鸣笛回应 示意自己车辆的位置 必为上策 在高速公路上如与团物不弃而喻 可以就近选择道路出口 缓慢驶出 或进入附近的服务区暂壁 等待团物散开 春运期间 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 要根据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 安全出行 天下网商王卓琳 你知道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的冠军是谁吗 或许更多人会反问 这节目还在 一个月前 第十一季中国好声音悄然落幕 不久后 背后的IP创造商 星空华文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空华文 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 招股书显示 星空华文最主要的业务是 综艺节目IP制作 运营及授权 占到总营收的七成以上 除中国好声音外 还有蒙面唱江猜猜猜猜 这 就是街舞等知名综艺IP 按2021年营收计算 星空华文是中国最大综艺节目 IP创造商及运营商 市场份额为1.6% 同时 星空华文拥有并运营庞大的 中国电影IP库 也是中国音乐IP创造商及运营商 截至今年6月 星空华文拥有757部热门中国电影 包括经典电影 朦胧过江金武门 妾女幽魂及音质扣等 尽管稳作行业第一 但从2019年至2021年 星空华文的营收和利润都在大幅缩水 2021年营收11.27亿 净亏损3.52亿 处有记录以来的最差状态 其中 撑起公司1.5营收的中国好声音 毛利率从2019年的46.6% 跌至2021年的2.2% 几乎刚刚保本 在互联网时代 海量信息让用户们应接不暇 短视频内容分流走不少注意力 加之观众对老牌综艺出现审美疲劳 这些因素都给星空华文提出了新难题 此前在2020年与港交所挂牌上市的预胜文化 拿下了中国综艺第一股的名号 但上市急迫发 如今股价一直在一港元以下徘徊 沦为先股 影视文娱行业中 被称为王一博概念股的乐华娱乐 绑定周杰伦的巨星传奇 陆涵老东甲风华秋实等公司的上市之路 也都甚为坎坷 资本市场对这一赛道的态度并不算热情 这一次屡败屡战的星空华文还有几成上市把握 中国好声音毛利率跌到2% 招股书显示 星空华文旗下吸金能力排名前五的综艺IP 分别是中国好声音这 就是街舞2021 点赞 达人秀蒙面舞王2021 追光版 哥哥2021 其中 中国好声音一直是摇钱树 是公司营收占比最大的IP 近三年均占20%以上 若说中国市场近十年来最具影响力之一的音乐综艺节目 中国好声音必定榜上有名 自2012年节目开播以来 赛制中的导师拍案转移 蛇战抢人 学员返选等元素不断出卷 第一季收视率高达3.08% 根据弗洛斯特沙利文报告 中国好声音播出10季后 创下中国几播持续时间最长的综艺节目的记录 但同一套模式重复十年之后 观众不买账了 天下网商发现 尽管最新一季中国好声音 请爱刘德华 李文 梁静如等巨星加持 但豆瓣评分仅为4.1 网友评价充斥着毫无新意 越来越失望 选手实力差等 IP每一度一届不如一届 带来的营收也是如此 2019年到2021年 中国好声音的营收从4.91亿减少到2.56亿 几乎腰斩 毛利率仅为2.2% 对此 星空华文归咎于疫情影响 企业的广告投放减少 以及线上媒体平台带来的授权收入减少 另一元老级综艺IP是星空华文旗下的蒙面系列 关注度也在逐年减弱 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江猜猜猜 2016年开播至今已进入第六季 当时让参赛者穿戴特殊服饰以掩盖年龄 性别 资历 容貌的比赛形式让人耳目一新 2019年尚能产生1.3亿营收 但到2021年仅为2380万减少82% 核心IP增长疲乏 星空华文也在寻找新的爆款综艺 2018年公司与优酷合作 共同制作了网络舞蹈比赛节目证 就是街舞 同年总播放量超17亿次 差异化的小众定位收获了持续的关注 2019年到2021年 这就是街舞保持营收增长 从1.84亿增至2.23亿 毛利率增长至35% 2020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热度下 星空华文紧跟着推出追光吧 哥哥2021 让不同年代和风格的男艺人同台竞技 收获6840万营收 不过 虽然哥哥们很吸睛 但常被观众拿出来与浪姐做比较 被认为缺少了新意 新的摇钱术 未能展现出中国好声音的盛景 曾经的爆款综艺制造机 面临青黄不接 官司缠身被索赔1.27亿 业务的不稳定让业绩也出现了危机 2019年至2021年 星空华文的营收分别为 18.06亿 15.6亿 11.27亿 净利润为3.8亿 到2780万 负3.52亿 今年上半年 营收1.83亿 净亏损1340万 整体毛利率也从39%跌至24% 业绩承压之外 星空华文还有官司缠身 商欲受损等历史遗留问题 星空华文前身是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灿星文化 2021年8月 灿星文化与星空华文传媒电影完成中组 改名为星空华文 招股书显示 星空华文目前还在两起诉讼案件中担任被告人 总计索赔1.27亿 一起是与韩国NBC电视台的诉讼 关于开发制作蒙面畅江猜猜猜猜2016 蒙面畅江猜猜猜2017 及蒙面畅江猜猜2018的版权问题 2020年7月 NBC已为约为邮相法院提起诉讼 索赔1.1亿元 另一起案件与歌手邓紫棋有关 2022年7月 邓紫棋所在经纪公司风鸟一月 对灿星文化提起诉讼 申索履约服务费及律师费 共计1650万元 邓紫棋讨心话题还一度上了微博热搜 原来在2016年 灿星文化曾邀请邓紫棋参与置入综艺节目 盖世英雄 但节目播出了 合同还没签 导致酬劳也没支付 该诉讼尚未判决 星空华文的商誉危机 则源于梦想强音 由原灿星文化总裁 田明与华人文化等共同创立 从事音乐IP运营及艺人经济 2016年3月 灿星文化以20.8亿元的高价 收购了梦想强音的全部股权 带来19.7亿元的商誉 如今已是星空华文传媒CEO的田明 对梦想强音寄予厚望 曾公开表示 希望把梦想强音变成一个平台型的公司 但由于经营不善 2021年星空华文商誉简直亏损3.8亿 占总营收三成以上 截至2021年底 梦想强音签约艺人157名 大多位参加中国好声音的选手 招股书中 艺人经济业务被列入其他IP相关业务 2021年仅为星空华文带来4000多万的营收 这些内部问题正成为星空华文上市的阻碍 星空华文问的护城河 据弗洛斯特沙利文报告 今年中国综艺节目市场规模预计在579亿 其中电视综艺节目和网络综艺节目占比为2比1 两者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下降4%和上涨4% 报告指出 随着以IP为中心的内容运营进一步发展 包括联名消费品等衍生产品的开发 线下商业活动的组织 以及与海外流媒体平台合作 到2026年 整体市场预计将达到633亿 再次同行竞争激烈 如以脱口秀大会奇葩说为代表的语言类综艺节目 明日之子我们的歌等更为细分的音乐综艺节目 还有中国诗词大会6经典永流传等 弘扬传统文化的综艺 这些相较于中国好声音更具网感 更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 更贴近他们的话题 与此同时 由于是从海外购买的版权 此前中国好声音也陷入制作方之间的版权之争 吃了非原创的苦 每个产品都有生命周期 中国好声音至今仍能每年营收数亿 以鼠劳当益壮 但对资本市场来说 企业掌握一个成熟IP 并不能成为护城河 星空华文将旗下IP如鼠家珍般的罗列在财报中 相较之下 仍过于依赖单一IP 如果市场出现更为吸睛的IP 流量就会被抢走 更别提之后的广告及其他开发了 IP的生命在市场中难以把控 唯有掌握不断打造并运营出爆款IP的能力 才是星空华文们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有一天中国好声音突然哑火 星空华文依旧能坦然处之 并推出下一个中国好声音 其上市之路想必就不会那么艰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